欢迎大世界来关心 北非的利比亚遭到地中海风暴侵袭 东部多地降下好雨酿成洪灾 还传出有个乡镇因为上游的水坝溃体 大水往下游冲 导致下游几乎所有居民都被洪水冲走 这场水患至少已经有超过2000人死亡 另外还有五六千人下落不明 放眼望去汪洋一片 道路完全被黄澄澄的泥水淹没 车辆冒险穿越极流 有的路基被掏空 柏油路面像是被切割成波浪状一般 大水淹禁住家 能电高的家电先电高 设法减少灾损 汽车像是迭罗汉一般 一台压一台 不难想见洪水肆虐的威力 地中海风暴丹尼尔 这两天侵袭北非的利比亚 东部多地降下好雨 受创严重 第二大城搬加西 洪水宣泄不及 紧急吊派抽水车抽水 受创最严重的是东部港口城镇 德尔纳 官方证实死亡超过两千人 失踪人口数还更恐怖 当地出现严重洪涝 还有民众表示 洪水深度一度高达三公尺 有些民房倒塌 满目疮痍的景象 跟遭到强政重创的摩洛哥 没有两样 遭到天灾袭击的北非 成千上万的民众 正经历生离死别的悲剧 刘永伟编译 在外面的福音上 就会有很多